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卖面膜了 最新出版的面膜 好用不贵 价格实惠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了 很好用的 补水的 大姐 我看您品质一定保养了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面膜 是我们公司最新推出的面膜 不需要 你好 许致小姐 你要不要面膜 这个面膜 是我们公司最新出的 不需要 补水保湿很好的 不是小姐 都说了不需要 对不起啊 你们在干吗 有人来派出所举报 你们非法摆地摊 我没有 不认识他 没有 不是我哥不认识他 还不承认是吧 不是真的不认识 我没有摆地摊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我没有 我今天第一次来 你看我 他都没摆 别解释 别解释 我真的 带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连累你了 不过肯定没事的 咱们两个人又不认识 那你会因为这个 你真不知道这个是三无产品啊 我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三无产品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那你岂不是很冤枉 如果你因为这个座牢 那你多可怜啊 爸 爸 你 他 什么 他们说我卖三无产品 不让我走 把我扣这儿了 什么三无产品啊 这套产品是非法的 我们现在需要证明 他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产品 他 他 他当然是第一次了 警察先生您听我说啊 我这孩子啊 他打从毕业开始 他就没找到过一个稳定的工作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了 第一天上班他就受骗了 那怎么办呢 年轻人 社会经验不够 是吧 那就举您酌情地 宽恕他一下 通融通融 真的 年轻人出入社会 现在如果留下一些 不良的影响的话 你说我真担心他未来 哪个单位敢用他 您说是吧 麻烦你通融通融 确定是第一次 确定 当然确定 您要是不信的话 您可去打听一下 跟我们建坟邻居一问就知道了 我们家就在那个棉房厂路 开了一家手工面铺 开了快三十年了 建坟邻居对小龙的情况都很清楚 甚至于有人都知道 他好不容易是第一天上班 就是帮我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肯定淹死了 等我长大了 一定会报答你的 只是 你明天就要回上海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你 一定会见面的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东方明珠塔下 一见不散 如果你没找到我 就来这里 说找房小龙 我们以后一定会在一起的 谢谢 谢谢 爸 警察叔叔 请问那个人是叫房小龙吗 对啊 你不是跟他一起来的吗 姑姑 爸呢 你还记得你有个爸呀 怎么了 我这公司出了点事 我这不是赶紧回来了吗 爸 总差回来了 小龙 你过来 你今天到底闯什么祸来 让公安给抓走了 让我担心死了 你干吗了 出什么情况了 被人骗了 怎么专骗你啊 你都这么大了 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出了事就会推卸责任 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啊 天忆 你怎么也才回来啊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让你们先给爸过生日 有一个紧急的手术 对 你们医院就你一个医生 你还好意思说 天忆这是坚守工作岗位 你呢 都快二十六岁了 天天就知道闯火混日子 说得好像你做得很好一样 餐厅是你定的 你不是自己也没去吗 你是大姐 自己都不能以身作则 还好意思说我呢 我那是特殊情况 公司有事 我忙完了就赶回来了 外面堵水能怪我吗 你总把公司放在爸爸前面 今天是爸爸生日 你早点下班不行吗 我是因为被公安抓走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要是像你说得那么容易 说走就走 我能在公司一干就是十一年吗 房小龙 你进公安局 你又闯什么祸了 对 我就又闯祸了 怎么了 你进公安局 你还理直气壮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理直气壮怎么了 你闯祸了 你还有理了 你现在什么态度 我就闯祸了 怎么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好好讲 你跟林姐讲话什么态度 行了行了 都别吵了 你把一年才过一回生日 而且今天是他六十大寿啊 他就是希望全家人 能够高高兴兴的 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起吃顿饭 你们倒好 三姐弟一个都不露面 让我们在餐厅里 坐等着一个晚上 最后还闹到派出所去了 回到家一个比一个恨 就知道吵吵吵 有没有想过你们爸爸的心情啊 他一定会的手 要用来这么说 那你会有什么时候 来那儿 就想让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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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要能够低着 便宜的是 那不是 你自己要跟人家人家人家的 那你妈妈妈妈阿姨 不够这儿 你会把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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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